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节 印度和流域文明 古代印度的自然环境和居民 古代印度是一个历史上的地理概念 指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整个南亚次大陆 它包括了现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布丹等国的领土 在古代印度并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印度都为自己的国民 可是波斯人、希腊人都犯称这一地区为印度 我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僧独 后汉书称之为天竺 唐代玄奘 认为以上音译都不太准确 乃改为印度 改意为印度 印度作为地域的名称是从印度河的名称 隐身而来的 古印度北有喜马拉雅山、西北有苏莱曼山和新都库什山 东陵、孟加拉湾、西陵、阿拉伯海、南维、印度洋 在古代只有西北部的一些山口是比较方便的对外通道 古印度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全境大体可以温德亚山和纳巴达河为界 分为南北两区域 在北部 西面的印度河流域和东面的恒河流域是两个最重要的地区 这两条河的上游水源都是高山雪水 由于雨量在西部很小而越往东越大 印度河流经的是干旱地带 而恒河则流经水源十分丰富的肥沃地区 南部是伊多山的半岛 中有德干高原沿着东西海岸 又分别蔓延着东高纸山和西高纸山两条山脉 半岛的沿海平原是比较适于农业的地区 在古印度 17时代就已有人居住 旧石新时代的遗址在西北的庞浙浦地区 中部的纳巴达河一带 半岛西部的孟买地区 半岛东南的马德拉斯地区等处均有发现 新石新时代的遗址的分布更为广泛 约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末至公元前三千年代 在信德匹路之斯坦和拉贾斯坦等地 又开始进入金石病用时代 考古材料证明 整个石前时期直到文明出现的前夕 在古印度都是有人居住的 关于这些史前文化的创造者的人种问题 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大概他们中有矮黑人 原始澳大利亚人 蒙古利亚人和达罗皮独人 这些人总至今还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不同的地区 哈巴拉 哈拉巴文化的发现 当1922年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出版的时候 古印度的文明时代还被认为是 从公元前一千年代的后期贝托时代开始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印度和流域开始发现新的远古文明 1921年在庞哲普地区的哈拉巴 发掘处远古遗址 发现了许多古物和两枚印章 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一枚远古印章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22年在信德地区的摩亨佐达罗的 一个佛教建筑的废墟下面 也发掘出远古的遗址 发现了类似的印章和古物 按遗址所在的地区来说 这一新发现的远古文明 也被称为印度和流域文明 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的习惯 它们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 考古学家已经陆续发现了 类似的大小遗址数百处 其分布范围也不限于印度和流域 在北起喜马拉雅山路 南至纳巴达河下游 东起周牧拿河上游 西至巴基斯坦西南沿海地区 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里 都有类似遗址的发现 这地域要比早期埃及及两河流域古文明 遗址分布的范围大得多了 哈拉巴文化是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化 存世的文献中甚至没有关于它的传说 当然更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了 由于在两河流域 特别是乌尔遗址 发现有印度和流域 或印度和流域式的印章 考古学家推测 约在公元前2350年 至公元前1770年 兼印度和流域文明 与两河流域之间曾有商业来往 据此大体可以指定 印度和流域文明 存在于公元前2300 到前1750年 以后学者悠勇放射清探 也是探十四测年法 对若干遗址的遗址的遗址做了测算 发现不同的具体地区的年代 并不完全相同 总的来说 哈拉巴文化的年代 约为公元前2300 到前1750年 具体地说 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2300年 到前2000年 其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年 到前1700年 哈拉巴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但也发现了2000多枚印章上 都有或多或少 可有文字 文字的符号有些是像型的 也可能有些是表示阴结的 对于这些文字符号的总数 学者的统计结果不一 共约400到500个 学者们试图用种族有关的语言 解释这种文字 迄今还未能得出公认的结论 因此 目前还只能从考古材料 来了解这个文明 社会经济生活 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 已发现了镰刀等农具 当时栽培的作物有大麦 小麦 豆类 芝麻 蔬菜 棉花等 在印度和流域的遗址中 不曾发现稻 但在洛塔尔遗址 是在金古吉拉特邦 遗址中发现有稻壳 可能在水源比较丰富的地方 已经开始种到了 除田间作物外 椰枣 薄品 也是人们常用的食物 当时人们还食用牛肉 羊肉 猪肉 家禽 以及鱼类 已经寻养的动物有牛 包括水牛 山羊 绵羊 猪 驴 狗 以及种种家禽 还不能断定 马是否已被寻养 因此只是在摩亨佐达罗的表层 才发现有马骨 哈拉巴文化遗址中 虽然仍有许多石器 例如石刀 石旧 石冠 石衬锤等 但是也有大量的铜器和青铜器 如镰刀 锯子 斧 鱼钩 等工具 以及匕首 剑柱 锅头 等武器 除铜和青铜外 人们也掌握了对金 银 铅 锡 等金属加工的技术 已发现的金银铜首饰 有项链 戒指 手镯 臂镯 独镯 耳环 等等 显示出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 纺织和制桃是阿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手工业部门 纺锤和纺轮在许多椅子中都有发现 它们是当时纺毛和纺棉的重要工具 在椅子中发现了染缸 可见当时已经掌握了防制品染色的技术 陶器的坯基本上是在陶轮上制成的 也有手工制造的 陶坯是在窑中烧制成陶器的 陶窑已被发现它们都是圆形的 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放置陶坯 下层烧火 中间的隔层是有孔隙的 以便火焰可以烧到上层 已经发现大量的陶制容器 其中有无装饰的各种日常用品 也有一些示意图画的精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技术上 哈拉巴文化也有了相当发达的商业 当时的黄金大概是从南印度输入的 银大概是从阿富汗伊朗输入的 铜则可能是从南印度和比鲁 银等地输入的 陆路的交通运输主要用牛车 在哈拉巴文化与古代两河流域之间 也有商业往来 在两河流域的古遗址 发现了若干哈拉巴文化的印章 在哈拉巴文化遗址中 也发现了一些来自两河流域的 原住性印章和基础制品 与两河流域的贸易 大概是经由海陆进行的 在哈拉巴文化印章中 有的特有船的图形 这种船大概就是 当时海陆交通运输的工具 哈拉巴文化的几百个遗址中 包括了众多的小村落遗址 但是能够体现这一文化的特色的 仍然是城市 城市部分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包括卫城和下城两个部分 在众多的城市遗址中 较大者只有几处 其中以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 为最大 面积约为一平方公里 而遗址保存较好 迄今发现是最为清楚的 则是摩亨佐达罗 因此从摩亨佐达罗 可以可见哈拉巴文化城市 结构的一般 摩亨佐达罗的西部 是建于砖汽高台上的卫城 东部是住宅与工商业所在的下城 这两部分由一到宽厚的砖墙 维护起来形成一体 卫城的中心是一个大的 公用浴池 长12米宽7米 深2.4米 用砖汽城 土以沥青以防漏水 浴池附近开有水井 为供水支援 浴池也建有排水沟道 这里大概是当事人们举行重大礼仪前墨浴的场所 浴池前西面有 浴池西面有27排 带有同红孔道的专建筑物 它们显然是古仓 在浴池的北东南 单面还有许物建筑物 这些可能是政府办公和大众集会的地方 摩亨佐达罗的下城显然是按照一定的规划建成的 那里的大街是笔直的 那么或者东西巷或者南北巷垂直相交 把下城分为许多街区 每个街区中又有若干小巷 它们也是东西巷或南北巷的排列者 并和大街垂直相交 大街和小巷构成了一套 一整套紧紧有条的交通网络 主要的大街宽度可达10米 街道交叉处的建筑物的墙角七成圆形 以免有碍交通 街道上还有不少灯柱 大概晚上已有路灯照明 那街道网络的下面 又有一整套下水道的网络 地下的沟道是用砖砌成的 沟上用砖或石板做顶带 街道的两边都是建筑物的墙壁 建筑物不开临接窗户 窗户都开在自家的院子里 有门通向街道 不过门一般都开在小巷里 建筑物的大小各有不同 小的只有两间小房 大的则以院子为中心 周围建有许多房屋 还有一些像营房一样的单建筑房 可能是穷苦人的住处 建筑物不仅有占地大小的区别 还有楼层多少或有无的不同 若干建筑物遗址中有楼梯的残寂 这说明有两层或三层楼 大的建筑物中通常都有自家的水井 几乎每一建筑物都有一间浴室 浴室地面是不漏水的 并且有一定的坡度 使水流向房间的一个角落 那里按有管道 可以把水导向室外街道的下水道中 有些建筑物遗址中 还发现了垂直的桃管 这说明浴室位于楼上 根据各家建筑物的差别 可以推致当时社会是存在贫富的阶级差异的 从未成的巨大公共建筑物和粮仓的存在 以及下城的街道规划都可以看出 在当时已有掌管支配权力的国家机构 学者们根据仪式的规模 对摩亨索达罗和哈拉巴文的人口 做出不同的估计 一般认为这两个城市约有三万五千人 这说明当时的国家都是不大的城市国家 由中心城市和周围一片农村地区结合而成 哈拉巴文化的衰亡 哈拉巴文化的城市经过其繁荣期以后 先后都变成了被人类遗忘的被虚 由于文字尚未试图成功 这种文明的创造者至今还未确定 学者们提出种种不同的假说 有人说他们是苏美尔人 可是提不出确实证据 有人说他们是亚利安人 可是亚利安人的文化与哈拉巴文化又有明显的不同 不少学者认为他们是达罗皮图人 可是又不能从他们的语言上加以证实 又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混血人种 这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推测 至于哈拉巴文化衰亡的原因 学者们也有种种不同的推测 有些学者认为 由于雨量减少 新德地区日以干旱甚至沙漠化 居民不得不移住方向 有些学者认为 哈拉巴文化的衰落是地震 泥石流 旋风等灾变的结果 有些学者认为 由于印度河的改道 原先的河谷沃土变成了沙土 人们被迫离去 以上推测都把哈拉巴文化的衰亡 归结于种种自然灾害 但是自然灾害不足以说明 分布在那么广阔土地上 各城市为何一起衰亡 有些学者认为 由于土地的过度耕作 水利设施被忽略或破坏 以及长期伐林掘土烧砖 土壤逐渐恶化 以致哈拉巴文化趋于没落 有些学者认为 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富足 引来了山地部落的入侵 结果造成文明的毁灭 还有学者认为 哈拉巴文化的衰亡 是亚历安人入侵的结果 最后一说曾经盛行一事 但是亚历安的侵入 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 而现在已经测定 哈拉巴文化在此以前 就已经衰亡了 因此哈拉巴文化衰亡的原因 仍是一个上代解决的问题 好了 今天我们先读到这里 明天读第二节 爱情文明的发生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谢谢 再见